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会升至6.1% 而市场普遍是预计在7月份的CPI将会出现小幅回落的迹象 但是普遍预估值仍然是达到了8.7%至8.9%的水平 在持续高通胀的影响之下 美联储已经是把打压通胀视为是当前的首要任务了 从今年3月份以来 美联储已经是累计加息225个基点 而这样的加息节奏是否已经来到了尾声呢 由于上周美国所公布的就业数据表现强劲 因此有多位经济学家就说 今年美国将会有更大的加息空间 其中摩根大通预计美联储在9月份会再度的加息75个基点 而花旗集团则表示 如果核心通胀率高于预期 对于100个基点的加幅是不意外的 但是科技女股神伍德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是再次的强调 相信美国的经济已经陷入衰退 伍德在周一接受访问时称 虽然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仍未确认经济陷入衰退 但根据美国领先指标走势 经济无疑已进入衰退 伍德认为尽管美国上周五公布的 七月非农就业数据良好 但根据就业层面的家庭就业数据 近四个月的就业市场已经放缓 数据将反映此情况 伍德还认为联储局将与明年被迫掉头减息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还有来看到是华尔街股市在周一则是小幅走低 延续了上周五的偏弱走势 这原因就是在于一份市场所关注的 美国七月份非农就业报告 新增岗位达到了52.8万个 这比起了经济学家所预测的25万个 是增加了一倍之多 超乎市场预期的强劲就业数据 也使得美联储采取更为积极的 加息行动的预期升温 而摩根大通策略师认为 强劲的股市和低迷的商品市场之间的 差异表现 为投资者一边保持风险偏好 一边调整仓位打开了大门 继标普白指数自六月低点反弹13% 带领了美股涨幅超过了其他资产之后 华尔街坚定的股市多头之一 开始建议投资者适度的减持股票 并将目光转向近期表现低迷的大宗商品板块 而当前美国经济已经是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 陷入所谓的技术性衰退 但就业市场仍然强劲 情形是较为罕见的 而主要的原因就在于 2020年经济衰退对于就业造成的冲击较大 目前只是刚刚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劳动力供给仍十分紧张 特别是服务类行业紧细恢复 推动了就业人数强劲增长 不过分析也预料 随着美联储继续地大幅加息 对于经济构成的降温作用 促使非农岗位增长趋弱 美国经济实质性衰退 或发生于明年上半年 所以这个部分还值得大家来关注 而另外也要来关注的是 距离美国中期国会选举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根据了民调显示 有约69%的美国人认为 经济现在正在转差 比率是创出了2008年金融款效依赖最高 收房者对于美国经济的看法是保持悲观 显示出了尽管职位增长 仍然处于强劲 失业率继续地处于历史性低位 但是这通胀达到了40年最高 正在冲击金融市场 美国经济更是已经连续两级路德收缩 符合了技术性衰退的定义 而纽约联储在周一所公布的月度调查显示 7月长中短期的通胀预期都是有所下降 美联储官员密切关注消费者对于通胀的看法 这一回美联储就注意到了7月消费者预期调查 显示消费者对于未来几年 美国通胀的预期急剧下降 而这也表明了消费者将高通胀视为是暂时的失常 这样的发现可能会缓解美联储对于高通胀 会改变家庭行为的担忧 根据纽约联储银行的消费者预期调查 7月消费者对未来五年的通胀预期 从2.8%降至2.3% 对未来三年的通胀预期 从3.6%降至3.2% 是连续第二个月下跌 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从6.8%降至6.2% 是9年来最大的单月降幅 受油价飙升影响最大的收入 低于5万美元的消费者群体 通胀预期下降最为明显 最近几周油价的下跌 在缓解消费者通胀预期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 调查发现消费者现在预计 未来一年油价仅上涨1.5% 比3月时下降超过8个百分点 消费者对食品价格的通胀预期 也在急剧下跌 经济学家们预计 受益于油价下跌 7月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环比将仅上涨0.2% 6月环比则上涨了1.3% 调查还显示 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租金上涨的预期 自1月以来首次降至10%以下 房利美同天发布的另一项调查估计 未来一年租金将上涨7.6% 而房价预计将上涨3.5% 同时调查还显示消费者对自己工资的预期保持稳定 预计未来一年将增长3% 尽管经济存在衰退风险 但消费者对就业市场仍普遍持乐观态度 预计未来一年失去工作的平均概率 小幅下降至11.8% 受疫情相关的供应短缺 大宗商品价格飙升 以及财政刺激和低利率提振的强劲消费需求推动 美国通胀在过去一年飙升至40年来高位 美联储正在寻求通过提高利率来控制物价 同时避免使经济陷入衰退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6月提到 消费者通胀预期高企 是美联储6月政策转向更激进的一个理由 然而根据纽约联储的调查 当前的高通胀也可能会继续影响家庭预算 为考虑通胀因素的未来一年支出增长预期中值 从5月的9%连续高位降至7月的6.9% 凤凰卫视王佑佑 陈一秋 华士们报道 好 相关话题 我们线上也请教导评论员朱永辉先生 来为我们点评与分析 所以朱永辉应对通胀 您认为美联储表现如何呢 表现到现在看还是比较差的 他们现在还抱着一个幻想 说这个通胀经过这个基金的加息之后 它自己就会下来 所以所谓的过渡性的这个言论又出来了 但市场对于它这个判断 市场也糊涂了 因为市场有一大批人也希望通胀是过渡性的 将股票可以继续往上走 但是实际的情况要比这个要复杂得多 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假设 如果说美联储它坚持用一种比较鹰派的做法 向市场传出这个明确的信息 市场是可以有反应的 但是美联储从鲍威尔到这个像总统拜登这样的人 他都是把这个问题轻描淡写 所以就出现现在这个问题 全世界都在看着美国下一步会怎么办 我相信美国的官方机构 它一些核心的人物应该得到了上个月的数据了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有可能是从9.1 CPI本身就下降到9以下 当然这个是个好事了 不再往上走了 往下走 不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核心的通胀 就是扣出食品和能源以外的 它的价格是从5.9上到了6.1 核心通胀就是其他的 我们说那些进入成本的东西 比如说工资 比如说这个房租 它就是开始出现我们叫螺旋式上升的这种趋势了 美联储下一步怎么办 谁也不清楚 但是呢 我看到最近澳大利亚的央行 也就是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 它做了一个 按照金融时报那个作者说的 可能会吓坏其他央行的举动 它做了个什么事情呢 它成了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 来调查澳大利亚的货币政策和通胀的关系 而且从开始就要查你怎么做的这个决策 你为什么这么做 里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因素 考虑你为什么说这个话 所以呢 如果说成立这么一个调查委员会 我想这个美联储啊 报告他们就吃不了偷着走啊 确实如此 也如您所说 到底他们下一步怎么走 恐怕他们现在也要思考清楚了 好 我们说除了这个通胀危机恶化 会影响到金融市场 甚至可能危及到人身安全吗 这是谁说的 我们来看到是英国前首相布朗 在8号所提出的警告 数百万英国人在今年的冬天 他认为可能会挨饿手动 布朗表示 由于通货膨胀和能源价格的飙升 他在自己的家乡啊 是看到了没想到会再次看到的贫困现象 布朗说 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 人们将会在10月份挨饿受动 布朗在8号也在英国卫报上撰文 呼吁保守党政府应该要尽快地拿出对策 应对基层民众的高成本生活处境 他同时警告 如果政府没有办法能够及时有效应对 新一轮金融危机 或将在今年的秋季就会出现 布朗警告 无论是现任保守党首相约翰逊 还是他未来的接任者苏纳克或者特拉斯 都需要尽快批准紧急预算 否则数百万英国人 尤其是退休老人将面临凄凉的冬天 虽然英国油价市场近期出现窄幅回落 但他认为燃料价格还会上涨 所以潜在的金融危机 就像慢速引爆的炸弹随时会被引爆 布朗曾在1997年担任英国财政大臣 为期10年 在2008年担任英国首相时 遭遇全球金融危机 布朗政府当时对英国银行业进行资本重组 实施临时裁定刺激 被西方多国效仿 但之后由于英国经济持续低迷 布朗政府支持率不断下降 直到2010年在大选中落败 布朗这次提出的警告 被多家英国媒体转载 有媒体呼吁英国国会 应当结束夏季休会期 防守党政府也应当每天举行 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 商讨如何解决危机 但约翰逊作为看守内阁首相 显然是准备把问题留给他的继任者 那里没有确定的成绩 中间的抗子 其实是很区别的问题 很多不同的发型 很多不同观点 例如人们 有点不关注于 国家政策的务联系 对人们想在这个政府 可以和共同的资源 应该出现更加均匀 有很多不同的发型 人们真的不关注于英国 英國下任首相的任門人選 外交大臣特拉斯近期多次表態 承諾上任後會大幅減稅 但他的競爭對手原財政大臣 蘇納克認為減稅並不切時期 防守黨將在下月5日公布 他們兩人學會當選 新的黨魁以及首相 眼下各種跡象顯示 英國多數的保守黨黨員認為 誰能夠解決生活成本危機 是他們挑選新的黨魁的關鍵 另外英國媒體在8號 公布了最新的民調 顯示大約有三分之二的 英國選民認為 政府所要工作時遏制通脹 而不是簡單的出台減稅政策 福豪卫視 曹杰 安光夕 輪的報導 好 針對於波朗說 今年冬季呢 英國人恐怕都要挨餓受動了 對此 朱先生您怎麼來看呢 為什麼是冬季 因為冬天天冷嘛 還有一個英國本身的重要經濟原因 就是英國的能源賬單 是每半年調整一次 四月份調一次 十月份調一次 所以現在看到英國 它的能源價格 還是按照以前那個調整的幅度固定 到十月份的時候呢 可能就會漲很多 所以呢 布朗在這個時候就提出來了 十月份是個重大的關鍵點 英格蘭銀行 它的行長就不像美聯儲主席那樣 拿去迴避衰不衰退的問題 他就明確說了 到時候通脹就是13% 而且那個時候英國就是經濟衰退的 這個時候呢 就得看到時候的首相 按照現在的推斷 應該是特拉斯 就是無論如何英國現在還沒有開放到這個程度 要選一位非白人來出任英國的下一任首相 特別在這個國際地緣政治驚濤駭浪的時候 但是特拉斯呢 不能指望他成為下一個撒切 他有可能是一個女版的約翰遜 當然就比約翰遜在個人問題上就更加連結一些 他現在說的什麼呢 就是要減稅 我們就想起了斯里蘭卡為什麼出現那麼大災難 就明明知道這個經濟不行了 斯里蘭卡他的總統就是要減稅來刺激經濟發展 現在特拉斯會不會犯重案的錯誤 還是說他只是說這個話給英國這些保守黨的 最保守這一批的人聽的上台之後會不會用別的方式 我們現在無從得知 但是布朗他作為以前的首相 他其實現在提出來就是警告特拉斯 你要好好看到你接任之後 一個月就會出現這麼一種災難 而且他自己他也以前他當過首相 他當然他也當過議員嘛 就他看到以前自己那個選區的人 居然出現貧困的現象 他就認識到這個事情非同小可 所以現在他就出現了警告 上台之後再好好地幹活去回應民眾的訴求 確實 先警告就是預防接下來英國民眾 可能會挨而受動的情況發生 好 我們下一節回來還有更多消息 一會見 歡迎回來 繼續來關注到的是香港油門的 本週五起將入境隔離限制改為3加4 同時由週二開始在疫苗通行鎮會加入紅黃碼 而對於這些措施 商界普遍都表示支持與歡迎 認為是有助於吸引商務旅客來到香港 在週一香港政府公布的3加4新入境檢疫隔離措施之後 外國以及本地的商會都表示歡迎有關措施 並且也期望能夠儘快地邁向零隔離 商會認為加快縮短檢疫期將會更有效地降低公司業務成本 吸引國際投資 而縮短酒店檢疫日數也是有助於 減少本地市民以及海外旅客來到香港的障礙 就目前香港政府所宣布放寬入境檢疫措施 三大商會都是表示歡迎 也希望可以完全地豁免隔離措施 全面通關 方便國際商務旅客來到香港工作 帶動香港的經濟復蘇及提升國際競爭力 而其中 廠商會會長史利德就特別提到了 根據最新的安排 醫學監測人士 黃麻者仍然是沒有能夠出席展覽 由於商務人士參展的時候 全程都是佩戴口罩 而且是不會進食 也因此很期望這政府能夠放寬 醫學監察人士參加展覽會 吸引國際買家回港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丑茂也說 新的安排雖然不會為本地的疫情帶來風險 不過也承認 由於部分的人群豁免使用疫苗通行證 可能會出現漏洞 所以會進一步的檢討並且優化措施 從海外或台灣抵港人士不再需要在酒店隔離七天 只需要隔離完三天就可以退房離開 並接受四天居家醫學監察 香港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 8日在電台節目中表示 調整為3加4是根據科學數據 即抵港人士在隔離完三天後才確診的比例不到1% 認為新安排不會為社區帶來病毒傳播風險 根據我們的估算和數字顯示 這些輸入個案是不會令到整體的 社區的確診數字會有一些明顯的改變 但我們都限制它去一些社區裏面 特別是一些高危的 一些除了口罩的活動 再加上我們每天的快速抗原 以及它差不多隔天要做一個核酸 這個應該都可以很早地找出這些少數 少於百分之一的感染的個案 將那四天額外的酒店的檢疫 變成四天的醫學的監測 應該是達至到相同的效果 甚至可能會更加好 抵港人士頭七天 疫苗通行證會變成黃馬 不可以進入需要脫口罩的場所 譬如餐廳 健身室等等 不過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去商場 街市購物 上班甚至上學 是否至學生安全於不顧呢 盧寵茂說要平衡相關人士的生活需要 以及逐步實現與國際接軌 不過香港12歲以下 65歲或以上人士 進入場所時豁免使用疫苗通行證 是否會有漏洞呢 盧寵茂表示會繼續檢討現行措施 並持續優化相關安排 鳳凰衛視顯智香港報導 而在國際焦點方面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展開了非洲三國的訪問行程 首站抵達南非 並且闡述了美國的新非洲政策 在華爾街日報時報導指南非是 布林肯這次訪問的第一站 他是在比勒陀利亞演講當中指責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造成糧食危機 又強調中國和俄羅斯對美國利益構成威脅 不過也否認美國要求非洲國家 在美國與中俄之間順便戰 他們曾經說要選擇一旦 在大力的威脅中 他們會感到遠遠離 從他們的民族的經濟 美國國務卿並不承諾 阿菲克的選擇 任何人的選擇 這些選擇 是對阿菲克人 和阿菲克人的同樣 至於日本傳媒則報導 日本商界近年來是 職務的增加在非洲投資 特別是在信息通信技術的項目 日本企業就希望日本政府 是能夠來扶持在非洲的日期創業 並且透過資源外交 也就是促進非洲產業化 加強對非洲的人才培養 透過資源外交 加強在非洲國家的合作 好 相關話題 我們進一步就要再請教到 周恩輝先生 所以您怎麼來看 就是說美日現在展開的非洲外交 這時間是不是有點晚了呢 應該說是比較晚的 布林肯這次為什麼來 就是人家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 去了非洲那邊 受到兄弟般的歡迎 布林肯這個時候他來了 我說我們來非洲 不是邀請你們選邊站的 那壞人是俄羅斯 我們是要幫你們來發展的 從非洲的情況來看 就是過去那麼多年來 為什麼發展不起來 不就是美國還是老大 還在你的框架下邊呢 現在當然美國可有第二種想法 和誰一起合作 才能夠更好的發展 而日本這一邊呢 我們就看到情況 就更加的複雜 因為日本它突然發現 自己在很多重要的新興的產業 已經落後了 就算日本它原來最厲害的汽車 突然發現呢 這個新能源車 特別是這個電動車 它需要的很多原料和金屬 都在非洲那邊採用 所以這個時候日本突然想起了 我是不是得去非洲 用了什麼好的名目呢 說讓企業去非洲去創業 或者幫助非洲的企業創業 但是它的目標 就是要鎖定非洲那邊的一些 可用於清潔能源的稀有的金屬 而從非洲的情況來看 非洲這些國家也不差 當然就是所有人來都是好事 來投資非洲越多越好 但是我們說呢 國際政治的這個現實也是很殘酷的 從我們觀察美國的情況來看 不要光看它說的 要看它做的 所以美國下一步要做什麼 特朗普的時候 基本上是完全就是撤除非洲 因為他覺得非洲沒有用 所以你看他用那個帶章字的那個話 來評論非洲國家 限制非洲的移民 奧巴馬是做的好一些 到了拜登的時候呢 他又想通過奧巴馬那個政策 把它重新撿回來 因為奧巴馬它本身 它有這個非洲裔的這個血統 這樣呢 所以像這次他重新把它拿起來 但是現在拿起來呢 會發現非洲已經不是以前那個非洲 非洲當然有自己的很多想法 更關鍵的就是 非洲在很多迫切需要的基礎設施方面 在過去十年 通過中國的一帶一路 大量的項目已經建成了 確確實實是幫助到了非洲人 說個最簡單的說 比如說非洲的手機 它的網絡就是華為用的 所以就是華為幫建著 所以你這個時候來告訴非洲人說 華為的東西不行 我們的東西好 但你的東西在哪裡 你幫人家建了多少 對吧 那麼華為是從3G開始 迅速的提高了非洲手機的這個便利度 還有呢它手機的這個 它就用的更多 包括我們看到中國專門有一款手機 在非洲那邊推出來的 很便宜 但是很好用 還很適合當地的環境 和當地的各種人文的這個特點 具體我就不多說 但是就是從現在的情況來看 我想未來包括輸電線路 包括水電設施 包括鐵路 包括公路 整個這些基礎設施建設的項目 其實非洲還是需要大量投資 所以美國它應該放棄自己 這種大國博弈的心態 其實誰來都是好的 無非說你自己做得好不好 如果你自己不想做 做得不好 那就說人家做得不好 這個是非洲人看在眼裡是很清楚的 是 我相信做得好的非洲都會歡迎的 好 非常感謝中慧先生為我們點評與分析 同時感謝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我們下次見